看多了如今的明星整容脸 你们是否还记得 曾经那个没有美颜 没有科技特效 没有整容成风的年代 演员们个个都是妈生的美人脸 他们性感却不媚俗 清纯但不做作 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一眼万年 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些几代人心中的蠢欲贴花板 他看这气质美人和普通漂亮 到底区别在哪 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 薛凯奇 前阵子我看浪姐三 在薛凯奇一出场的时候 我就被美呆了 这简直是童话世界在桃公主啊 美丽优雅 纯真可爱 少女感爆棚 谁想到下一秒她就脱口而出 我是薛凯奇 我40岁 出道了18年 怪不得大家称她是香港最后一位少女 这简直就是不老女神嘛 在导演青植教轴 40岁的她演18岁的少女 也是毫无违和感 穿上校服扎起马尾的她 神情自然演技到位 周身都被一种青涩又阳光的学生气笼罩 连好雷都连连称赞 必须佩服一下 女人保持的真的很好 就薛凯奇去演一个高中生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啊 除了本身演技在线 薛凯奇的青春感 同样也来源于她的纯郁感 纯郁 字面意思 既有诱惑感 又有禁忌感 薛凯奇的长相 就是那种少女的纯真和妇媚共存 她演的巨板画皮 就把狐妖小围演得栩栩如生 尤其是她的眼睛 又大又灵 看起来漂亮又聪明 她扮演的小狐狸 时而像天真的孩童 让人想保护 时而又魅眼如丝 射人心魄 形态上的玉 和神态上的纯相结合 有种天然去雕式的诱惑感 纯郁气势浑然天成 姐姐今天才第一天做人 啊 夜韵仪 别看现在 夜韵仪看不出曾经的玉女形象了 但是想当年 她真的可以说是清纯灵动甜美可爱 火腿的出烈脸 怪不得她的出道口号是 落入凡间的精灵 90年代香港娱乐圈美女如云 各色港姐争其斗艳 而夜韵仪却凭借独树一掷的 萝莉气质 杀出一条自己的成名路 圆圆的脸 圆圆的眼睛 毫无攻击的长相 像娃娃一样精致可爱 笑起来明眸好齿 性感娇柔 明媚纯净 这样的她 跟唐瓷公主的称号 简直相得益彰 戏外的她 一口并不标准的港谱 更给她增添了几分天真无邪 真是让人看着看着 就不自觉嘴角上扬 只想大呼救命 她好可爱啊 我是烟衣你的老朋友 你几岁 我洗澡 什么洗澡 十九 十九 徐若萱 徐若萱的唇欲感 来源于她五官的稚嫩和精巧 下垂眼小俏鼻 卧蚕配上圆圆的小脸 稚气十足 这种长相在镜头下 就更容易被放大少女感 还记得1994年上映的旋风小子吗 她饰演的安妮 笑起来温柔明媚 搭配白裙子和乌黑长发 这是既清纯又性感 怪不得林志盈一眼就沦陷在她的美貌里 和陈小春上演爱上百分百英雄时 也是调皮可爱 灵气十足 周慧敏 她是八十年代货真价实的孕女掌门人 被称为不老女神 50岁开演唱会还有网友评论 是自己祖孙三代都相娶的女人 她温婉美丽 优雅纯情的气质 真是多年未变 年轻时的她就纯真感麻麻 还带着几分温柔和忧郁 既有女人味又有点小清新 当年和黎明拍戏时 可爱中又带着精识感 放现在那也是可言可甜的女神嘛 而她在大时代这部剧中饰演的小犹太 更是美貌动人善良体贴 可以说是几代人的梦中女友 虽然她五官看起来没有那么惊艳 但是量感适中线条流畅 配上东方长相的鹅蛋脸 在邻家女孩的长相基础上 又多了几分艳丽感 而且她的眉眼灵动 秀气又落落大方 这也是为什么不需要浓妆艳抹来装饰 就很明艳动人 清纯中透露着学生气的闲静与端庄 整个人看起来也是更有亲和力 就看完这些货真价实的纯玉天花板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对于美人的追求 越来越苛刻了 因为我见过真正纯粹的美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虽然一直在变化 但是对于真正的美人来说 无论什么时候欣赏 他们都能让人拍手撑烟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